张化县南港国小 一日举行西侧教室完工 继南港书屋启用典礼 张化县政府打造优质校荣环境 并且为同学营造 宽敞明亮精致的阅读空间 张化县政府投资了1600多万 盖了这个教室 然后也盖了很好的图师的书屋 让同学有很好的学习的环境 而且也有很多的书 让同学能够阅读 提升大家阅读的兴趣 我们县府补助我们拆除重建移动新的教学大楼 以及图书室的诊件 那我们今天利用我们校进移动会时间 来同时举办这个启用仪式 我们感谢说政府对我们基层教育设施的一个重视 县府及教育部补助学校1500余万元 创建南港国小西侧校舍 经过重新规划配置后的校舍 展现开放校园 校园与社区空间连结的理念 新教室地上两层钢筋混泥土大楼 包括普通教室与图书室 焕然一新的校舍 让南港国小学生 在充满启发性的优美空间中 愉快学习快乐成长 公益频道张华允 蒲言采访报道